選戰逐漸加溫 基隆市選委會現場可以說是熱鬧滾滾 各陣營都依照計畫來進行造勢 而在市長林佑昌的陪同下 立委蔡適應親自到場進行號次抽籤 依規定採取先登記先抽籤的原則 所以由蔡適應首先進行抽籤 市長候選人蔡適應抽的籤號是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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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強烹 三號 三號 敗逃 敗逃 開心 鬥算 開心 鬥算 心 心 心 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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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今天的抽籤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非常感謝我們帶領基隆走向光榮的 我們的宥昌市長陪同適應 以及我們基隆隊的全體的市議員候選人 一起來展現我們的團結 而這樣的團結也代表著我們對未來基隆的進步 一個最重要的積極性 那我相信基隆市民也看得到 也感受到蔡適應還有我們所屬的基隆隊 在過去這幾年宥昌市長的帶領之下 讓基隆有進步 那市民需要的就是需要讓基隆繼續進步的團隊 而這樣的團隊 市長就是蔡適應 議員就是我們的基隆隊 其實並不是把我的市政滿意度轉移給蔡適應 而是蔡適應在過去擔任三任的議員 都是在市議會裡面最優質的議員 擔任兩任的立法委員 都是公都盟評鑑第一名的優質的立委 我想蔡適應的成績已經放在這裡給大家看 那過去六年的期間 蔡適應參與了基隆市政府的重大的決策 所以基隆的進步跟改變 有蔡適應的一份功勞 那這個就是他的政績 所以林厚昌的一個政績 基隆的進步跟改變 其實也就是蔡適應的政績 也就是蔡適應參與了基隆的進步跟改變 我想這一點必須要讓所有基隆市民知道 基隆的進步跟改變 過去八年不是從天而降 而且也不是這個空口白話 而是實實在在 踏踏實實的做出來的 所以我想已經有成績單 那值得大家來信任 與市長候選的王錫賢先生抽的是五號 五星市長 五告厲害 王錫賢 動善 這個選戰又進入到另一個階段 最後的階段 那麼對於我個人來講 能夠走到今天 我覺得破除了很多的謠言 俄語 很多人從一開始說我是選假的 到我登記 還在說我選假的 今天抽了號碼 拿了號碼 我們往前衝 我相信這些俄語 還有對手們的網軍的這些 散佈的這些謠言 應該都可以破除 那最主要是說今天我們走到今天 今天這個理想跟堅持 就是為了基隆的未來 來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在這邊也呼籲民眾們 眼睛要張大 來看看 檢視這些候選人 還有檢視這些政見 那麼我最近的看板有掛出來 就是三個蘋果 老蘋果 還有爛蘋果 當然我就是最好的一個蘋果 我希望我們的市民 不要被藍綠的這種情感所綁住 基隆的發展就是受限於 藍綠的這種惡鬥下 最後受害的還是民眾 所以我希望民眾能夠秉除 這個藍綠之外 秉除藍綠 然後選擇藍綠之外的好人 能夠為基隆服務 來為基隆的進步 基隆的未來 來出力 來一起打拚 成為眾候選人 抽到的號 只是特號 基隆心氣象 頭二來開場 基隆心氣象 頭二來開場 那我們希望說今天抽籤 大家終於可以實體見面 那也希望是說呢 在抽籤之後 我們真的有機會來開啟 更明確的 對於基隆市政的辯論 那讓更多的市民 可以透過這場市長選戰 他不是只是 讓這場選戰是各個市長候選人 陣營的個人的舞台 跟政治宣傳 而是可以真的透過實際的辯論 讓市民參與這場民主的選戰 那也選出真的能夠代表 自己的市長的候選人 今天呢我也想要跟市民證明說 其實是呢 在現在的市長選戰中 裡面最好的選擇 那我們也希望基隆人 不要再含淚投票呢 可以堅定的來支持一個 青年領導 而且支持青年的城市 候選人 謝國良先生 衝到的號制 是一號 謝國良 中山 國良 國良 中山 中山 謝國良 一定贏 謝國良 今天呢非常開心 睡得很飽 講睡得很飽 原因是平常因為通勤族問候 六點鐘不到就起床 所以今天主要呢 早上就是來參加 我們的候選人號次抽籤 感覺精神非常的旺盛 我也特別感謝我身旁的這幾位議員 連恩典議員 何淑婷議員 秦森議員 還有張淵翔議員 還有後面這些青年朋友 我們今天共同的來抽下這個勝利的號碼 抽下這個勝利的簽 我們會做一系列的一個宣講 還有選舉 還有再回顧我們的政策 因為大家都瞭解 我們這一年以來 其實都推出了非常多非常多 對於基隆市民有感的政策 但是因為已經推了太久了 一年以來一直在推 所以未來的期間 我們也將回顧一下 我們過去所推行的政策 讓大家瞭解 我們是第一個 我們是第一個推出這些 讓民眾有感 而且能夠改變基隆 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的一個政策跟方向 每位候選人都抽出了幾張號碼 相信選民會依照各候選人的政見 選出對基隆未來發展最好的市場人選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